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见的 当然航运股上来了 航运股三档股票成交值500亿 包含长农 亚敏 万海 台积电只有88亿 那我们知道这盘面上目前是非常的不健康 来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格局今天明显看到 航运股上来了 电子股没有涨 钢铁股今天也跌了 那我们说成交比重 电子股竟然降到23% 航运股有18%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盘面上出现了一个 以往这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迹象 电子股的比重降得太低了 航运股的比重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大家很关心 到底航运股的格局对还是不对 我们请看这个图 航运股这一波从今年的2月 开始涨 涨到高点 拉回之后再反弹 来到前波高点附近 但是这格局到底对不对 我们说格局对不对 要看它的架构 对不对 架构到底对不对 才能决定它对不对 架构就是六项因素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刚刚的这个航运股 第一线翻多 多头格局 第二线多头不长 曾经一度跌破 第三线也曾经一度跌破 第三线也不长 第三线叫动能线 动能线目前很短 代表什么 代表上攻的动能有所不足 就这台车子 宾式车 可是没有什么油了 对不起它要去加油站加油 不然准备叼掐 懂意思吗 现在从架构上来看 动能线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所以代表它往上在攻起的力道 已经非常有限了 三线的架构不正常 为什么 第一线长下面短 而且短得很少 短得非常短 所以我们这个架构不对了 你在操作上 要小心要懂得减码 不是再追上去 好 那我们看 钢铁股 钢铁股的格局 比航运股更不好 为什么 第二线也短 第三线也短 第三线跌破零走了 第二线当然是跌破 所以出现了一个卖出讯号 第一线也不长 比航运股比起来 算是比较弱的 第一线不长 二三线跌破 卖出去那已经出现了 所以钢铁股 整个已经转弱了 航运股 强弩之末 我想我已经讲很清楚了 信不信留你了 搞不好我是 不一定准确 好不好 记得 遵守纪律的回报 会超乎你的想象 你要记得 一定要遵守操作纪律 当架构不对 不要再硬追 是要赶快 获利出场的时刻 把赚的钱放到口袋里面 很温暖的时候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 不要想要赚到最后一滴汁 现在吃了果汁 吃了铝箔包 都已经喝完了 没有饮料 还在那边转 看能不能转最后一滴汁出来 股票不能这样 当你的利润很少 风险很大的时候 就不要玩了 你的利润没办法大于风险很多 那就不要玩了 现在的风险比较大 利润相对比较小 所以不要再跟他玩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们遵守纪律回报会超乎你的想象 包含一个操盘手 一个分析师 都要遵守这样的操作纪律 有什么具体回报 很简单 具体回报是YouTube不用关 留言不用关 你发现很多人把留言都关掉了 为什么 留言上来每个都在骂 那怎么开 那表示大部分都讲错了 当然分析师不是神 他不可能每一次都对 每一个比 每一档股票都对 但是也不应该大部分都错 这样懂意思吗 那如果大部分都错 那很简单 最后就是要把留言关闭 要不要被骂死 所以我们就要怎样 要遵守纪律 遵守纪律回报 会超乎你的想象 对散户而言 对投资人而言 对操盘手而言 都是同样的道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电子股 电子股现在在这里 这条线以上全部套牢 那你想想看 这条线的数量 这里是一月初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到现在五月二十一 五月二十四号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一段上去套牢的 几乎都今年就全部套了 除了这几天 对不对 今年就已经几乎全部都套出了 套月九 像这里套五个月 这套四个月 这一套三个月 套月九 它就越不耐久盘 压力就会越沉重 稍微长起来 它赶快卖 解套了赶快卖 这就是人性 懂意思吗 市场不是每个都要做长期投资 报三年五年的 所以你把它套了那么久之后 好不容易解套了 请问它要不要卖 要卖的时候 这不是一点点 这五个月的卖压 卖的时候会怎么样 形成卖压 上起来我就丢 上起来我就丢 解套赶快跑 形成一个很沉重的卖压 所以想想看 这条线以上的这套量 对目前的电子股而言 会不会形成一个 很大很大的压力 这很简单 这我不用强辩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完知道 你心里有一个底 这个盘面真的有像你讲的 像你所想的这么好吗 很显然是没有 不是吗 那如果有 怎么会成立这种现行 好不好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这是有一个投资人的脸书 他说保三水库 怎么样 快要见底了 他去拍 他去假日去保三水库 新竹 保三水库快要见底了 那请问会不会影响到新竹 会不会影响到竹科 现在是五月 五月是梅雨季节 请问雨在哪里 偶尔一两天有 整个水库 水没有很明显的增加 甚至快要见底了 那你想会不会影响到很多竹科的电子公司 一定会影响台积电 因为台积需要经营生产过 你需要很多水来冲刷 懂意思吗 来洗净 所以保三水库 快要见底了 你想会影响到什么 报纸都登了 对不对 这也不是我乱讲的 缺水一定会影响到经济的成长 这个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 要分区限水 又要限电 请问你怎么生产 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影响到经济 那影响到经济基本面就不好 基本面不好 股价大涨 你就有这种道理吗 所以我们的现在操作上 你要非常小心 这个现行其实就反映这些情形 好不好 当今年台股创新高 很多散路很难从股市里面赚到一块钱 连赚一块钱 不用多一块钱就好 都很困难 为什么 看这现行就知道了 我们说这条线以上的全部套牢 从今年年初在这里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到现在五月 二十四号 所以想想看买进去的 有啦 就这几天嘛 全部都套牢 所以为什么说 今年你想从股市赚你一块钱 一块钱就好 都很困难 四十百在眼前 这也没有什么好虚假的 懂意思吗 所以现在操作难度是非常高 现在你都还没办法赚到钱 假如股价回倒 那更不用讲 那一大堆人是 浴库无类 当时贷款买的车子 可能都要卖掉了 因为你赚到钱去买车子 那是对行情 行情上来跟着赚到的 一旦行情下去 很简单 你根本没有要保护你的财产 所以我们都在盼面 不是你想那么健康 也不像你那么简单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电子股的格局 我们切入股价系统 这不早就转空了吗 这转空一个月吗 不是啊 多久就出现卖出去 那要跟你提醒 因为它在盘整 格局不对就跟你提醒 这格局不对的 就算创新高 这里创新高 有没有创新高 创新高 股价系统也没有翻多 还是空头格局 所以告诉你 这格局是不对的 到目前为止 这个架构有没有改变 没有 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你在操作 任何一档股票 一定要非常小心 尤其电子股 好不好 台积电 台积电的格局 今天大盘 大盘涨太一直跌 还是一样 维持在三线空头格局 并没有因为发布 三年一千亿美金的投资 有任何的 好的环转 没有 还是一样 维持在空头格局 太阳转空四个月了 所以想想看 这四个月里面 张爱民有没有一再苦口婆心 跟你讲 不要去追台积电 很多人都跟我讲相反的话 我知道 当然就是 这个也没办法勉强 股市如果每个都讲一个方向 那就不好玩了 股市大部分都讲错的 你要记得 好不好 那目前这个格局 完全没有改变 好不好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行业 给你猜一猜 这投资朋友传给我 他说张老师 你比较聪明 你帮我猜 这是什么行业 描绘一个不存在的过去 不存在的 否认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在 许多一个不可能达成的未来 过去假的 现在也是唬烂的 未来也不可能达成 不从头到头都在唬烂吗 那请问这是什么行业 你自己去抢 当然很多人直接打 这诈骗 诈骗不就这样吗 我们现在是香港赛马会 你赶快要记 抽奖抽到你了 乱码抽到了 抽到你了 那你得了一千万港币 但是你要先讲 五十万港币入会会 你入了会后 才可以领这个钱 过去已经很多 每年都有人领走这个钱 过去不存在 现在也在给你鬼扯 你什么中了头奖 鬼扯对不对 你把钱汇给我们 就把七千万给你 不可能嘛 所以这什么行业 诈骗 不诈骗 那我们分析师解盘 不能把他搞成诈骗 为什么 过去你赚了很多很多钱 你避开什么风险 你从八五二三开始翻多 前面那一段一万多 等一下怎么不讲 不是吗 那不是在唬烂吗 现在你又觉得它是多头格局 怎么看我都不会看 好不好 那你又给他许若 未来会怎么样 会赚多少钱 台积电会涨到多少 什么股票会涨到多少 这个金利科 一PS有二十块 有三十块 那不是唬烂是什么 所以如果有一天 分析师变成个唬烂行业 变成个诈骗行业 那这很可笑 那考国家证照 笑死人了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解盘 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 不能把它当作儿戏 也不能用诈骗的心态 来做出发点 好不好 赞民跟别人 没有什么特别不同 如果有就这一点而已 诚信保证赞民奖超过二十年了 认了一天认了一笔 绩效造假就全额退费 所以认了一天 我都不能拿假的出来 假的出来我就全额退费 不然过去会 你都可以回来退费 那公司就倒闭了 所以我拿假出来 公司就倒闭 所以我不可以拿假的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我们不要玩假球 打假球 你过去赚了多少都 都假的什么好假的 对不对 我们不要玩假 我们玩真的 持股永远在五党以内 殆尽一定带出 这就是对客户的永久承诺 不能殆尽就不带出 非但社会不理 会员永远只有 特别总统普通三个等级 不会搞一大堆等级 目的是用来诈骗 懂意思吗 这就是完整的 好不好 来 原大台 那请问原大台什么格局 不是跟电子股差不多 看懂吗 这什么格局 也是一样 这条线以上全部套牢 这边跟电子股差不多 有啦 就多一点点这个 多这几天 那整体现行还不是跟电子股一样 你想想看 买进去的真的赚很多吗 做多真的做很多 还是上面一大堆套的量 你自己想 好不好 看股神系统的格局 就跟电子股差不多 没错嘛 创高也没有用 还是空头格局 所以想想看 多少人现在套住了 欲酷无泪 不是吗 将来往上反而 就是层层的卖压 好不好 来 我们解盘 讲今天盘面上重要的股票 半导体 刚刚讲过台积电 IC设计PC被动元件 组装代工 面板敌论 但其实你把这搞清楚了 你的方向就搞清楚了 那很多人是没办法搞清楚的 再也你就用这些重量型的股票 跟大家讲 当然不可能讲的晚一时间有些 来 利基 IC设计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今天转空两个月了 所以你买利基怎么会赚钱 这一段有钱赚 对不起 这一段就没钱赚了 好不好 政府不要做什么 当然要放空 懂意思吗 投资人最大危险是什么 就在未来市场 你可能赚不到钱 因为转空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晓得要跑 听懂意思吗 空头来你根本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未来市场 你很难赚到钱 不要说未来 到现在5月24号 很多人今年就赚不到钱了 那更不要讲下半年 好不好 赚爱民你对利基做什么 放空 放空两根停满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93 一张93块 9万3把他放到口袋了 叫什么 这就是操作 这就是获利 懂意思吗 这就是真的 其他是假的 对不对 没错 赚到钱放口袋就是真的 解盘解了半天都赔钱有什么用 赚爱民把这93块 早就把他放口袋了 非常轻松非常愉快把他放口袋了 好不好 来 益龙店什么格局 大涨一波来到这里 对不起 转空了 所以你问我说益龙店什么 当然是空头格局 赚爱民之前有空过吗 有啊 我已经空一次 13块放到口袋了 现在已经放空第二次了 好 创意台积电子公司 持股33% 这已经转空将近三个月了 所以你这三个月去买创意 赔钱 你这几个月买创意 有钱赚 对不对 这一段有钱赚 这一段开始 你再买创意就赔钱 因为他已经转了空头了 可是你不一定知道 你不一定看得懂啊 懂意思吗 天意 今天涨银板 有人问说老师 今天天意涨银板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懂意思吗 这一段当然有钱赚啊 来到这里 对不起 转空了 到目前为止 这空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赚爱民对天意做什么 我已经空两趟 把钱放到口袋了 77块已经放口袋了 懂意思吗 目前的格局依然是空方 好不好 来 这两次就77块了 有没有很困难 其实也不会 放空了 买空了 就空它 出现卖出信料 转空就空它 懂意思吗 爱普 我应该讲爱普几个月 这转空了 讲好几个月了 在爱普里面有没有做爱普 有 但是我不是做这一段 我是做这一段 12月28到1月28 这一段我做了6趟 这6趟总共赚41% 把它放口袋 然后从1月28 743卖掉之后 就没有再玩了 然后看今天有没有743 今天剩多少 630 今天还破500 所以你说赞美座 对不对 当然对 我会被贪心 不会 转空我就不做了 很简单 懂意思吗 现行不完整我就不做了 我不会再贪心了 懂意思吗 什么时候会再做 下一次三千万多 好不好 国际对不对 你一看就知道 你买进去多袋 你赔死 好 这一段怎么操作 卖掉 还手放空 两个方式 一卖掉 二反手放空 赞美座几次空 空一次 赚23块放口袋 这很完美 我虽然没有赚很多 也是很高兴 至少我们不会套了 不会做错边 所以这种格局 不用怀疑 就是放空 卖掉 两个方向都可以 好 华欣克 也一样被动文件 对不对 这当然不对 你买它 你怎么会赚钱 散路平均 每次做错 20%到30%就好 刷25%就好 你一年只要做三到四次 大概全年做白宫 我讲了对不对 那刚刚讲的那股票 你是不是有去追了 追完之后 你一定会受伤 懂意思吗 开美 这是被动文件 对不对 这条线以上全部套了 做多怎么可能对 懂意思吗 这空头格局了 好 简说对不对 三线转空一个月 你再去买多单 你应该赔钱机会很大 好不好 金像店 盘了很久很久 然后崩盘下来翻摊 碰到大的卖亚区 大的套牢区 卖出去都在这里等 所以现在这股票 可不可以追 这答案非常明显 是不是高档转空 你就该跑 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就该跑了 不然这一段 就是你赔的 所以有没有很困难 其实不会了 好不好 蓝电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三线转空的格局 有没有改变 空头格局 没有任何改变 目前是空头反弹 上面卖压重重 所以这种股票很简单 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就是卖掉反手放空 在明镜空 一二三四五 五趟了 什么人会很空 上面都有一些 特别会很的部分 大概赚七十四块 放口袋了 非常开心 就空这几次 有没有 空完七十四块 就把它放口袋了 接下来是空头格局 看到这么多卖出去 那有三线转空就知道了 宏捷科 当然也是空头格局 老师这里有犯多 对不起 犯多的时候第一线太短 第一线太短代表什么 上档压力 沉重 所以这地方还是不能追 懂意思吗 三线架构不正常 所以从卖出信号出现到今天 你都不应该追宏捷科 懂意思吗 你追得进去 最少赔三成 来 点续空头格局 这不用怀疑 好不好 汉讯上面出现 三个卖出信号三线转空 这也都不对了 这个汉权 这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三个卖出信号出现 格局不对了 万论 两个卖出信号三线转空 这都不对了 懂意思吗 九七 四个卖出信号三线转空 这格局也是不对了 赞民做九七 一趟 两趟 三趟 已经赚24.6人 把它放口袋了 什么叫操作 这就是操作 开开心 轻松把钱放到口袋里面 放在口袋最温暖 最开心 不要做错方向 做对做错 很简单 方向非常重要 你方向做对的 你赢的机会就很大 赚钱的 不管赚多赚少 单把钱放到口袋 都会非常非常开心 电脑 你把这二四块三 一张两万四 不用多 你也不可能参加会员做一张 十张就好 二十四万三 二十四万六 把它放口袋 会不会很开心 很爽 至少不会做错 别人等解套 很开心 对不对 好不好 每个人都口袋赚钱 切二舍不得付出代价 最后付出更大代价 懂意思吗 股市里面就是要跟强者为伍 跟智者同行 才是迈向你彩色的股市人生 现在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LINE 加朋友 张艳明把LINE的微信 把LINE的QR Code给你扫 扫完之后 你就可以跟张艳明联系 有任何赤股问题 一并发上来 把LINE准备好 打开加朋友 因为只有三秒钟 你动作慢就扫不到 准备好了吗 好 来 扫LINE 扫这个LINE就可以了 扫完之后 加入我们的LIN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发一个讯息给我 说你东森 我便留下姓名 电话 有任何赤股问题 一并发上来 不愿意留电话 就不要发 我不会回答 时间交给又打 好 刚头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掌碟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人为什么要不断地学习 我想你在看电视节目 看财经节目 本身也是这种学习 你希望能够学到更多专业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 缩短现实跟梦想的距离 现实你可能只有三百万 可是你想买一栋别墅 两三千万 对不对 你想买一台宾室车 要好几百万 可是你的钱不够 所以你希望把这个距离缩短 所以要不断地学习 但学习的结果有两种 一个叫做对 一个叫做错 做错继续赔 赔到你会想哭 来看一下 齐邦 为什么它这样跌 从这边 高点大会已经超过25%了 那你想想看 这么多麦出信号出现 标准当然不在这里吗 麦出信号出现四个你还不跑 八十几块不跑 跌下来就破60了 那你就会伤得很重 懂意思吗 来 加零 高点出现麦出信号 113 12你不跑 跌下来剩70几 剩跌破70 对不对 一下来都超过三成了 好 来两颗 原来创高 曲线没有翻多 空头反弹 空头反弹不能追 麦出信号出现一定要跑 没有跑这一小段 等一下都超过三成了 两成三成这样赔 你只要赔三档 赶败就归零了 差不多人生就归零 所以不能这样赔下去 懂意思吗 加班 你看这麦出信号出现多久 这里创高 第一线太短 架构不对 第一线太短 怎么样 上面比较长 上档压力沉重 所以不能追 懂意思吗 在赞云明的书里面 都有交 都有跟你讲这个观念 所以这个地方你追进去是不对的 好 上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麦出信号出现你还不跑 不跑就准备赔钱了 所以有没有很困难 其实不会的 好不好 来台表哥 天啊 这也有几个麦 数都数不清 麦出信号 所以你去买这种股票 你怎么可能赚钱 懂意思吗 中美金一样创高 区钱根本没有翻多 这样去准备赔钱了 打下一定会破这个底 懂意思吗 好 文贸高档跌下来 都跌快五成了 这么多麦出信号出现你不跑 那你当然赔下来就会遇库无列 所以我们说每次这样赔 两成三成 赔不用多了 三档就好 你所有财务都归零 这样赔下去不是办法 当然最严重的 这一波是谁 赤心 不多了 63% 八根跌年板 所以买进去的人 从这边 你想想看 你一百万赔掉六百三十万 遇库无列 懂意思吗 目前在底部 稍微有点打底的迹象 那请问有没有翻多 没有 做了这股票赔了钱 赔了时间 赔了精神 赔了感情 最后呢 从这边 什么都赔了 你发现你什么都没有 浪费那么多时间 赔那么多钱 精神压力那么大 搞不好 把感情都赔进去了 夫妻相处不和睦 对不对 最后赔那么多钱 大家心情都不好 吵架 对不对 好 这一档更严重 跌了73% 14根跌年板 最近稍微有点打底迹象 这都还没有翻多 所以想想看 人最大悲哀就是股价走空了 你还在想当时的旧故事 鬼故事老故事 当时那么多跟你讲话 其实都是骗你的 什么EPS20块30块 鬼扯了 好不好 所以很简单 这都不要再期待 他用怎么骗你 营收很好 最后骗你就跳进去了 跳完之后你就发现 这都是假的 不然贵姑娘干嘛12点击的打卡 懂意思吗 就这个道理 好不好 金利科空头 实行空头 所以这种股票都不要再玩了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时间有限 我也不能跟你讲那么多 股市中无知错误就是一切错误 造成你才有一点流失的管源 国家根源 现在做一个动作 打开手机加LINE 我把赞美的LINE给你扫 扫完之后 发信息给我 说你是东升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来 开始扫 扫完发信息给我 不愿意留电话就不要扫 好不好 记得留电话我再回答你 把时间交给诱打 好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表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料简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